我们接着就来谈人际关系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学会人际关系 人从出生到老 我们每天都要跟这些人打交道 要跟这些人整天朝夕相处 有没有道理 那朝夕相处它会发生什么 关系 所以永远记住 你跟人的关系处理好了 它变成好的友谊 跟人关系处理不好 它变成对立 变成敌对 那各位你看 假如我们到处都有朋友 我常常讲说朋友万千不嫌多 敌人一个不能有 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因素 你那后面的说明报告 慢慢举证说明 你慢慢就能理解它里面的逻辑 各位 这时候你有了很多人脉关系 我们在一起就天场地久 夫妻也一样 那假如我们对立了 各位你看看 当你对立了 反目成仇了 你说 你的人生会过得很顺畅吗 不可能的 那朝夕相处 你看 当你的关系处理好的时候 他能获利的 关系处理不好 他来造成伤害 我们用在我们做生意上 你来看看 为什么有人的店 有人的公司 是门体弱势 我们的是门口罗窃 来一个拾一个 来一对拾一双 人家是跟绑众子一样的 来一个绑一个 来一对绑一双 越绑越大 越拔越大 顾客越来越多 那所以当然红红火火 各位说是还是不是 那各位 所以永远记住 我们线上是在做生意的朋友们 永远记住这句话 先做朋友 再做生意 我们很多人不是 整天是立当头 一人进来就开始要谈生意 先忘记了 待人处事之道 不好